OK 這是... 啊! 從這裡看得到 OK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jan 今天呢是久違的 Sajan先生搞日語的時間 YA 那之前呢 我有拍過這一部 就是日文男生的第一人稱 然後那時候有很多人就是 告訴我他們有很多的疑問 然後那時候也有跟大家說 要拍那個女生版的 今天呢 勸大家的影片 隔了好幾個月 好像半年以上終於要拍了 那今天呢 有請來賓就是Tiffany YA YA 那今天要跟Tiffany一起聊聊 就是日文的女生第一人稱 對 戴金音手 對 戴金音手 首先我們來介紹正常版的 第一個應該想到的就是 那就是私人的詞 那那個是正式的場合會用的 對 那就是最同用的 嗯嗯嗯 對 那那個私下的 像我可能有聽他在跟Tiffany講話的時候 我會講 台灣人可能會沒有注意到 其實我講的不是 是講 就是W的音不見了 對對對 就變成 日常的那種私下休閒的感覺 如果可以看到日文的歌詞中 會常常看到私 因為他比較 嗯 貼近生活 平易近人 你的名字有螢幕 你有看你的名字嗎 有有有有 女生變成男生的時候 然後他們一起在就是 跟那個本來的朋友吃飯的時候 就有因為第一人稱 一開始好像是講私 後來就是一直畫一直畫 嗯嗯嗯嗯嗯嗯 女生的 最常見的第一人稱 第一個就是私 再來是私 那第三個可能還會聽到 家 對那家是就是家的意思 像那個我們這一家這個卡通 就是 它是那個口語化的 就變成 那家有那種 那種我們這一家 我們 我的意思 所以有些人家會變成 第一人稱 就是稱呼自己 那 家的話呢 比起私又來得更 更 不畫一點 嗯然後更 不正式 對應該可以這麼說 一開始是從 關係那邊的方言 關係的女生 他們稱呼自己 然後現在是 東京各個地方的日本女生 尤其是大學生 這個年紀的 很常有 社會人士的話 好像別人說他會聽到 講無極 可是可能對於就是 比較熟的朋友 可能或許事實上 他會稱自己是無極 第一人稱會看 你是跟誰相處 跟在什麼場合 然後會選擇 用哪一個第一人稱 我覺得這個是日文 很特別的一個文化 對 對 所以就可能看 跟他的關係什麼 會用什麼 所以就剛剛講到的三個 私 私 可能是 比較會聽到的 那我們再來介紹一些 就是一般女生 不會用的 奇特的狀況的 就是不希望大家學 對 那這個是 因為之前我拍男生的那個時候 首先解釋一下 男生的我 能唱呼方式的 禮貌成度是 有很多人問我 所以就一起講 對 那第一個呢 就是 對 因為 大家知道是 男生的第一人稱 對不對 有些人會跟我說 他明明看到什麼動漫中的女生 第一人稱 對 就是他講 我 那 好 確實 可能會給人一種感覺 就是 感覺好像是 對 可能像小男孩一樣 然後 好像就是有一點可愛的感覺 但是 但是 通常 在社會觀感上來講的話 你一個女生講 我會覺得好像有點怪怪的 喜歡 那樣子的文化的人 可能 或許喜歡 但是 就一般比較不太能被接受 所以就是女生還是 不要稱自己為我 這樣子 我之前有一次我在上 那個大學的日文課 然後那一堂課是 要用日文自我介紹的時候 就有一個女生 他上來自我介紹 然後他就在全班面前 跟大家就是講說 那時候 日本的老師他就有說 就是 你用僕去強調你的個性 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但是 選擇方法 對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 這麼想要成的話 除非是 你看到是非常非常熟的 應該才可以這樣 然後 你覺得 有點病 你覺得 你覺得 中文說沒有被社會化 嗯 就是 可能 會讓日本人有這樣的感覺 好 千萬小心 再來是 大家知道嗎 是蠟筆小心的第一人稱 然後 日本人在 可能還有那種 鄉下人 天真 卡通可能就是蠟筆小心 還有什麼 是稱 但是 女生稱的話 怎麼也是不太好聽 如果聽到的話 我只有聽過大概 一兩次是 朋友很熟的朋友 在開玩笑的時候 用歐拉來稱自己 但是也不是平常都一直用歐拉 而是只講的那一次 就是歐拉 如果女生講的話 可能給人一種 好像大拉拉的感覺嗎 我覺得歐拉感覺 比起目標好像來得更 更奇怪 更好的感覺 對 我也是這麼覺得 有人問我說 那男生稱自己為歐拉怎麼樣 我覺得男生也不要稱自己歐拉比較好 這個第一人稱 真的是不是那麼的好聽這樣子 對 因為 可是中文很難有對應的 可以形容給大家的感覺 就是 像比如說你如果聽到中文 人家用第一人稱說 我本人 或者是 本少爺 就是你第一人稱 不是大家常知道的 第一人稱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很奇怪 欸我覺得本少爺 這個真的聽起來很奇怪 有些人就是會 開玩笑的時候會這樣講啊 可是有些人就很習慣 就是叫自己我本人 怎麼樣都我本人 就是想說怎樣 就是 你就會覺得第一人稱 蠻影響這個人講話的印象 嗯 他給人有點那種 不拘小結 然後 的那種感覺嗎 還有一個是 對 這個應該有很多人沒有聽過 因為 也是男生會用的 然後 這個應該也是 關西那邊 來的吧 也是方言我覺得 對 對 對 蠻影響的話 一般男性 中年男性的那種印象嘛 那這個 可能女生開玩笑的時候 也會第一人稱 用蠻影響來講 那這個是在 年輕人中是 算是 會看到的 但是也是就是 一般社會 光感上面來說的話 不太好 所以 呃 除非真的 非常的熟 你們可以那樣子 開玩笑 否則 在別人面前 還是不要稱自己 然後 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 就是因為我們是 學日文的人 我們並不是真的日本人 所以即使我們 只是想要開玩笑的講 日本人聽到也只會覺得 我們講錯了 嗯 對對對 你是不是不知道這個意思 才這樣用 所以 因為日本人會 不好意思去糾正你 但是如果是這個 第一人稱的話 可能會覺得好像是 很嚴重的錯誤 這個可能連日本人都會說 欸 那個 女生不可以稱自己 這樣子 開玩笑的那個效果 可能很難達到 對耶 對耶好像沒有搞笑到 我覺得大家 聽得懂 就是如果你遇到日本朋友 他講的話 你聽得懂 這個是第一人稱 救好了自己的話 我覺得還是不要使用 比較好 對 所以這個女生的第一人稱 有大概這幾個 然後還有小心的 大家就請小心一下 對 蠻常會聽到 有些女生會叫 就是沒有第一人稱 都是用第三人稱 叫自己 對這個 對最後想要講就是 就假設我要性子 然後 我可能就說 欸性子我啊怎麼樣怎麼樣 那 就大概 大家聽到的感覺 應該就是 日文的那種感覺 所以 就這個是 因人而異嗎 然後我之前有一次 我就是 因為我也會叫自己 T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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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這樣子講話 然後有一陣子變成習慣 然後很嚴重 然後在 打工的時候 那時候跟店長講話的時候 就不 就是那個不小心就這樣子 叫自己的名字 然後就說 Tipa 這個不可以 然後那時候店長沒有說什麼 可是我後來就有跟他討論說 你會不會覺得我這樣子講話 就是很 子供っぽい 然後他就說 有可能有一點點 但是他身為男生 他會覺得說 沒有到說 不喜歡 但是如果我是可以跟 譬如說自己放鬆的人的時候 用的話都OK 但是工作的場合 就不是那麼適合 對對對 工作場合中 可能不適合自己的名字 當作敵人稱呼這樣子 很討厭喔 對 工作可能不太適合 但是 私下的話我覺得就是 應而應 對對對 但是也是 差不多30歲的話還是不要 不過男生好像就不會 對不對 男生我覺得就沒有 對男生的話就不會 不會以自己的名稱 名字當作敵人稱人來稱呼 中文聽到就是 那個人用自己的名稱 稱呼自己是 你覺得聽起來怎麼樣 應該 日本人聽起來就怎麼樣吧 這個應該 是差不多的 對不對 所以就是看大家個人習慣 但是 那如果說我們有遺漏什麼 或是大家對 第一人稱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可以在 留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對 那如果覺得影片有趣的話 請大家幫忙 按個讚 按讚 分享留言給我們喔 那也別忘記訂閱 有鈴鐺 可以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影片會通知你 還有 就是 講日文的台灣女生 對 希望你 對 歡迎 對 然後他也有那個 對 也都歡迎追蹤 那我們 期盼影片在這邊 下集話 下集再見 好卡喔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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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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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xy każ stud 快 我們 吧 i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